你在哪呢 我在这里 2022台北国际艺术办会 21号到24号 在世贸义馆 这里将是一年一度最大的艺术盛事 有138家的画廊 有5000件的精彩作品 和超过40场的精彩论述 你在哪呢 别忘了 我们在这里 21号到24号 世贸义馆 等你哦 就这样啊 哦还有忘的吗 没有吧 没有吗 哦对对对 还有咖啡啊 还有美食 还有他们是欧陆热点 非常好的 还有吗 本节目由中华民国画廊协会 与生鲜食材科技 共同制作 艺术生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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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您 欢迎收听艺术生鲜 艺术生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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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专题 非常可爱 叫做秘书长带你逛 艺术生鲜 艺术生鲜 我们非常欢迎 优雅美丽的秘书长 跟大家打针招呼 OK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中华民国画廊协会的秘书长 尤文梅 是 那我上一次 这个组织的国际论坛 已经是十年前 是哦 这一次真的有这个机会 才可以亲眼目睹 我们这个秘书长的风采 那我们赶快来庆祝 今天讨论的一个主题 听说我们的秘书长文梅 你已经参加过六届的这个台北艺博 对不对 对对对 从我2016年到画廊协会任职服务之后 对对对 今年第七年了 那一定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经验 跟大家分享 今年算是第七次嘛 对不对 对 那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以往您这个逛阿台北 一些心法 还有一些tips 可以告诉我们的一个听众 让他们都可以收获满满 其实刚刚在节目开始 跟主持人在聊天的时候 我就分享 我在还没有进入画廊协会工作之前 我就有来看阿台北过 那时候真的是单纯是以一个参观的 民众的一个角度来看 对 那进去阿台北之后呢 我就会发现 哇 我常迷路 我都不晓得 我走到哪一个方位去了 我应该看什么 是 所以呢 我自己呢 过去自身的经验 然后再加上我这几年 在画廊协会服务之后 其实我深深的了解到 怎么样 带着大家来逛阿台北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大家来逛 其实呢 会觉得说 就好像逛一边的展场嘛 我可能一个小时了不起 我觉得我就逛完了 是 错 其实来逛阿台北 我觉得至少半天 其实一天是最正常的 是 两天是刚刚好 是 所以呢 到底你有多少的时间 然后你要怎么来逛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我就想说跟主持人来聊一聊 跟各位听众来聊一聊说 在您有限的时间 我们怎么样来逛阿台北 是 否则有的地方 也许它根本从头到尾都没有走到 我不知道它真的是需要的 对不对 对 就非常可惜 到阿台北的展场 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 先做一下功课 是 那做功课呢 有时候 做功课有时候是被动 有时候是主动 什么叫主动呢 主动做功课就是 你可以上我们阿尔台北 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的官网 那你可以看一下 那上面呢 也会有我们的这个 整个展场的ARMA 那你可以把ARMA先下载 那你可以看看 这个整个地图的方位 然后呢 你也可以看一下 浏览一下 就是你喜欢的艺术的风格 或是说你认识的艺术家 你想要看哪一位 那他是在哪一个画廊 我真的建议大家 先做一下这样子的功课 现在资料就已经有了 是不是 是的 然后呢 我们会在展前一个礼拜 我们就会有线上的展厅 OK 那我们线上展厅呢 就是还分两种语系 是 线上展厅 一个是跟美国最大的一个 艺术媒体的一个平台 它叫RC 我们有在RC上面呢 我们会呈现英文语系的 OK 线上展厅 因为还蛮多来自国外的 其实国内的 就是国内的这个餐展的画廊 其实他们也会在国际的线上展厅 都可以看 那其实英文语系的线上展厅 是服务国际的藏家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中文语系的线上展厅 OK 那也是在展前一个礼拜 我们就可以开放 让大家上网先去浏览一下 那中文的线上展厅 我们就跟飞池中艺术网 OK 要跟他合作 那飞池中艺术网也算是我们台湾最大的艺术入口网站嘛 是 所以呢 就是透过线上展厅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让大家先浏览一下 那这个是主动性的一个做功课 那另外一种被动性的呢 大家可能在各位的FBI IG 可能你的这些社交媒体 你最近可能已经被很多的艺术的讯息轰炸了 我想 因为我们今年RTV总共有138家的展商嘛 那这些展商 然后再加上RTV我们主办方 目前一直都在释放 有关于展览相关的讯息 或者是艺术家的创作等等作品 所以呢 这些资讯我相信各位在您的FBI IG上面已经看到非常多了 那下次如果说你不小心又看到了滑到了 请你再多多关注研读一下 而且帮我们按个赞 是 那看财秘书长非常可爱 拿出好大的一张图 看着实在是非常多的那个厂商嘛 对不对 而且横的啊 重的啊 我每次去参观的时候真的是非常confused 经常会迷路的 那逛了半天还是回到那个原点 原点 那你怎么样说这个 你怎么按这个图啊 然后去引导我们的这样子这个参与者 可以收获满满的 怎么样 是因为今年呢 因为展商报名啊 非常的踊跃 其实也非常感谢啊 等于说 对于我们国内的艺术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肯定啊 是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今年的展商报名啊 加速虽然138家不是历届最多 但是每一个展商呢 它的使用的面积 加起来是历年最多的 所以每一个展位基本上都是大展位 那你在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啊 你知道吗 世贸一馆啊 全馆就是一楼的话 总共有两万三千四百五十比方公尺 对所以这么大的一个面积 如果你全部都要逛到的话 的确要花很多的时间 那当然就是说刚刚有提到了 就是说你可以先做做功课 你可以锁定你的目标 从网站上先下载地图 然后你就先把你要的目标地图画起来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你进到展场以后呢 其实我们在展场的进去的两边的入口呢 其实都会放纸本的二美 所以你也可以看纸本的二美 然后呢来按图所记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方式呢 就是我们在重要的墙面上面 我们也会有整个大图的一个输出 其实你也可以看图了解一下你现在的方位 实在不行也没有关系 我们大会呢有设了三个咨询服务台 你想要看哪里 你现在走到哪里了 你也可以问一问 了解 当然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真的来逛展啊 我想就是要有点仪式感 什么叫仪式感呢 就是说对你在家里呢 你要出发前 我建议你你把自己打扮的美美的 穿的帅帅的 但是呢脚上呢一定要穿好走的鞋子 这是good point 是因为呢一个这么棒的一个氛围的艺术的场域 您进来其实您也成为一个艺术的氛围 秀的一部分 对对 您自己也是展演的一部分 所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 而且我们的大会的摄影师也是无时不刻穿梭在我们展场当中 或许也会捕捉到您的身影 作为我们未来宣传的一个素材也不一定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在国外看到很多的那个展览 就有一些这个来参观的一些艺术爱好者或是收藏家 他们真的你一看就是觉得他真的是精心打扮 因为他非常重视这一次的一个聚会 有备而来的文化盛宴 是的 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在出门前呢 就把自己呢打扮好 穿好走的鞋 然后带着愉悦的心情走进来 那当然我们今年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因为展场好大哦 如果你走着走着脚累了怎么办呢 那所以呢今年我们特别有规划四个餐饮休闲区 那这个四个餐饮休闲区呢 包括了我们的贵宾室 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咖啡区 那另外肚子饿了我们还有这个欧陆餐点 非常重要 嗯还有点心区那另外呢你想要稍微振奋一下呢 我们也有这个瓶酒 我们也有瓶酒区 你想要淡雅一点 我们也有矿泉水的区域 另外呢也有巧克力的专区 好那所以大家听起来会觉得说 你真的可以留多一点的时间进来二胎杯 是感觉起来这个饮食方面 就是他这个range还蛮宽可以选择的对不对 是因为我们其实在今年的九月份 我们也到韩国的首尔去看了另外的两场的一博会 那我想这个也是国际一博会的目前的趋势 我们也是不约儿童有一样的想法 就是说我们觉得餐饮区让长家有比较好的一个休息 然后互相交流聊天的一个区域其实相当相当的重要 当然这个心法刚刚主持人有问到嘛 就是说其实您进来这么多的艺术品 那么多的这个画廊 其实呢我真建议你就拿着地图 全部很快速的走一遍 然后呢其实用你的眼睛看 哪一个画廊的哪一个艺术品能入你的眼 哦是 你就把它记下来 平直觉吗 平直觉 其实你就把它记下来 是 先不管 先不管价格 真的 你就先先看平直觉 你喜欢什么 你就在地图上 你就给它先画起来 对 然后呢全部通通走一遍 但是呢你其实呢 边边咔咔嚼嚼 其实也有很多美丽的风景 值得您去看 所以不要一直走在那个主走道上 其实边边还有很多很精彩的 那你把这个全部通都很快的走一遍之后呢 其实你会累积一些视觉印象 好这时候呢 你可以去咖啡厅 去喝杯咖啡 或是品个小酒 休息一下 或者你刚好遇到你的艺术同好 你可以交流一下 我刚刚看到什么 我现在想要什么 可能你稍微沉淀一下 聊天一下 然后呢 如果你还有念念不忘的作品 OK 那就是你要去的地方 好 所以你就可以再回到 你一直没有办法忘记的那几个作品 没有办法忘情的 没有办法忘情的 你再进去好好的了解看它 当然 其实欣赏艺术作品是无价的嘛 是 是不需要付任何的费用 但是呢 你说想拥有它 那当然 其实有一些作品 你知道吗 在我们艺术界 就是有一个潜规则 就是说 其实 好的作品呢 其实有时候画廊 它会排一个waiting list OK 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作品 即便你可能有 有这个预算 是 你负担得起 可是可能排在你前面的 想要收藏的 这些收藏家 可能名单你可能排在其中一位而已 所以不见得说 你有这个预算 你就可以买得到 其实我们常常就说 艺术品啊 它自己会找主人 是 艺术品呢 跟您是互相相应的 是 话呢 它最终会就跟着你走了 是 我们刚才秘书长有提到说 这一次好像是从2016年来 这个再一次包下 那个世贸一管一楼 这个全展区 那就非常多非常多的那个厂商 跟那个作品 那我们就要借助这个 秘书长的专业的部分 我们以专业的角度来看看 怎么可以我们这个 构藏的这些新手 还有想进入这个专业系统 收藏的这个新世代的藏家 这个秘书长可以给他们 怎么样的一个建议 其实新世代的藏家 一般来讲 我们观察到 就是说 他们会比较常常 从他们的社交媒体 他们的共同认识的朋友 他们推荐什么样类型的作品 或者是说 常常这些新世代的收藏家 他们都很乐于分享 他们的收藏 其实他们常会分享 给他的同好 或是联友 或者是IG的朋友 他喜欢的作品的形式等等 那我觉得新世代的藏家 受到这个社交媒体的 这个同才的影响 其实蛮大的 所以我们在看这些 新世代的收藏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 这些社交媒体的影响很大 那我们其实也有 请我们的媒体部门 稍微的去搜寻了解一下 现在目前在IG上面 就是已经在 常常出现的一些作品 大概是什么样的风格 那说实在的 我们就发现 色系你知道吗 色系就是那种蓝蓝绿绿的 这种色系的 在IG上面或是FB上面 大家流传的其实比较多 是哦 对对对 我们其实有做过统计的 我们不针对特别难一个作品 但我就是讲一个取向 那另外的话呢 大地色系 比如像是黄色系啊 就是大地色系的 其实这样子的作品 在IG跟FB上面 大家浏览的频率也蛮高的 那当然就是说 媒材啦 或者是创作的技法等等 当然每一位艺术家 都有他独到之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看每一位收藏家 他自己喜欢收藏哪一类的 那当然就是说 因为今年我们RTi Bay 这个如果说您逛到展场 您累的话 其实不一定要去休息 去喝咖啡 你还有另外一个充电的方式 我们会有两个艺术讲座的 相关的区域 一个叫艺术沙龙 那一个叫艺术讲座 那这两个地方呢 我们随时都有讲座在进行 是是是是是 这两个区域呢 讲座呢 我们总共有20场的讲座 随时在展期中进行 所以呢 这个讲座的这个类型呢 其实就有邀请收藏家 来讲他们怎么样来收藏的一个经验 那也有请美术馆 他们来讲 他们美术馆的这个构藏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或者是他们的计划 那另外的话呢 也有一些呢 我们是在讲我们的 这一次大会重要的一个讨论的议题 就是永续的这个概念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也会围绕着 这个艺术家的创作 形式 我们也会做一些讨论 那包括了 还有现在大家也讨论很多的声音的艺术 是是是 对我觉得就是 包容这么广 是 所以20场的讲座跟沙龙 其实你随时走进去 只要有正在进行 我真的都建议大家 可以进去里面听 因为你逛累了 其实你眼睛看累了 没有关系 你的脑袋 还有你的听觉 还是可以把它打开的 然后听听看这些专业人士 艺术家 他们怎么样来论述 他们自己相关的一些经验 那我想这20场呢 有很多人都跟我讲说 哇 20场都听下来 真的 你到其他的房间 应该没有任何一个单位 可以一次开20堂讲座 而且是免费听讲 真的 我们都可以说开一个研究院 是是是 对 那我们知道这个阿台北 这一次它不只是一个审美 不只是一个艺术 还有兼具的商业 交易 这样子一个方形 那因为我不是这个里面的那个专业 我非常好奇 我们国内这个艺术市场的这个趋势 不知道那个我们的秘书长是怎么观察的 是不是多热络 他的交易情况是怎么样 其实大家都在想说 是不是疫情期间 这个艺术的交易呢 会比较沉闷 其实刚刚好相反 那我们在过去 譬如像说这个2021年 2021年呢 大家的交易是非常非常热络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年展上 他们这么有信心 大家都要booking大展位 对 那我们也稍微的去了解一下这个原因 其实疫情呢 其实是一个危机 其实对我们来讲 如果您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的话 其实它是另外一个转机 为什么呢 因为疫情呢 大家都被隔离了 那艺术家呢 因为也不能到处乱跑 所以艺术家乖乖的待在工作室 所以它的创作的能量 还有创作的品质 就会更好了 这是第一个 就是在艺术家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呢 在画廊的部分呢 因为画廊呢 因为疫情嘛 所以大家都开发了 譬如像数位的运用 或者在线上啊 或者是多多的用线上这样子的方式 来做推广 所以呢 它等于说有更多的一些管道 它来接触不同的藏家 那尤其是新的收藏家 年轻的收藏家 他们接触 透过数位相关的一些这个管道 他们来接触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垂首格德 而且是他的日常 对不对 那当然第三个呢 我们从收藏家的这个角度来看 那收藏家呢 因为也都不能出国 是 所以呢 他就把他出国的预算呢 本来可能每一年 他要去意大利度个假 他要去法国呢 度个假 这些钱全都省下来了 那省下来要做什么呢 那当然 能够看到一场疫博会 真的很不简单 那我们呢 其实在疫情期间呢 应该是少数坚持 每一年都举办的大型的展会 如果各位回想一下 其实包括书展啊 有很多的展览 其实在过去两年 曾经都有延迟 或是停办的状况 但是RTV呢 每一年都办 所以呢 大家想哎 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 戴着口罩 也是要进展场 大家好不容易 有一个这么棒的一个会展 一定要来看一下 所以对收藏家来讲呢 他们也是把他们全部的 银蛋呢 就扎在我们的艺术的交易上面 当然他也买到了 这个他心仪的作品 同时也是好的作品 是 所以他交易算是还蛮热络的 蛮热络的 那我们相关的资讯 除了这个展览期间之外 他平常时间 他也是可以 always去上那个网站 去收集相关一些藏家 或是一些 代理一些展览 这样子的相关资讯 他都是有的 是 我们在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 R台北的我们的官网 其实上面有相当多的资讯 或者是您可以从官网那边 或者是搜寻到我们的IG 或者是FB 我们这一段时间 都有非常大量的一个 跟展览相关的资讯 我们都会来发出 那当然可能每一位 藏家或是艺术爱好者 可能您想要了解的角度 会不太一样 所以呢 就是从各种的面向呢 我们都有提供相当多的资讯 上到我们的官网就都会有了 那当然我们也会在 我们的这个刚刚所提到的 我们在现场 我们会有20场的讲座沙龙 透过讲座沙龙呢 让大家能够了解我们整个艺术市场的脉动 所以这个讲座沙龙的场次应该是 我们R台北有史以来最多的场次 我们真的是邀请了上百位的这个专业人士 跟艺术家来共同的来组成这样子的一个讲座沙龙 这是非常重要的艺术教育的课程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也特别推荐大家 我们今年在R台北啊 就跟生鲜食材一起合作 我们在R台北呢 就设一个我们的专属的录音室 对对对 大家会来进驻 然后呢 我们会开辟一个节目 就是艺术神仙R台北Live Talk 对我们这个节目其实也是R台北的 这个Live Talk的一个前导的一个节目 对不对 那这个节目呢 其实也是我们今年R台北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创举 那我们藉由Podcast的这样子的一个管道啊 那我们呢 做一个就是展期五天的连续的 这个不间断的让你随时都可以进来收听啊 我们的艺术的资讯 那除了我们已经既定的一些节目之外 其实随时你都会有惊喜哦 因为我们随时会有重要的神秘嘉宾 或者是艺术家 随时都会出现 所以呢 到时候请大家锁定 是 算是一种非常创新的做法 不只是看还有说话的空间 对 其实有时候啊 就是透过声音啊 我们也可以 可以在脑海里面有一个构图 有一个想象 所以呢 最后呢 我想就是还是要 跟大家呢 这个特别的提醒一下 我们在即将到来的10月20号 是我们的贵宾御展 那21号到24号呢 您购票就可以入场了 那购票呢 就请打台北国际艺术博会观望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购票的资讯 但是你如果说在网路上购票呢 来不及 或者是怎么样啊 可能稍微疏忽了 已经冲到现场 也没有关系 我们现场呢 在我们的世贸艺馆的两侧啊 我们都有现场售票 没有关系 只要你有心 随时都欢迎你来 是 那我回想起30年前 我在纽约念书 就是看这个大都会博物馆嘛 还有摩玛子 对不对 是我也去过 是是是 那真的是物理看花 因为我 我不是那个美术系的 对 那我们刚才谈的是 给厂家的一些经验 那如果for一些非常elementary 就是他听了节目 或是他对这个艺术 开始感受到 兴趣的时候 他怎么进去 他怎么看这个阿台北 他不知道从什么东西去看起 像有人喜欢什么谁的 比喀索 还是喜欢谁谁 他会知道 可是一般民众 可能他没有这样子相关的 基本的那个 他怎么样去领略 怎么样进入到这个殿堂 主持人问了一个 非常棒的好问题 我们呢 在21号到24号 所谓的公众展期 那下午呢 我们都会开设 叫大众导览的专属时间 那各位呢 也可以上网 上我们的官网 阿台北的官网了 去查一下大众导览的时间 那我们会设定一个 大众导览的集合地 在地图上就可以看得到了 那只要在定点的那个时间 那你可能提前五分钟 到那个大众导览集合地 我们会邀请 我们重要的金牌导览团的导览老师 那为各位来做导览 而且呢 这些导览老师 都是非常资深的 北美馆的导览志工老师 特别我们邀请他们来 那他们在导览的经验上 或者是在艺术的一个了解度 真的就是可以引经据点 让大家就是 即便你是这个第一次进来的小白兔 听过他们导览之后 你可能这个功力马上增加 百分之二十 剩下的百分八十 那当然就是自己再去 靠自己的眼睛 再去看 然后靠大家的耳朵 再去多吸收多了解 所以我真的非常推荐 就是可以去听大众导览 而且听一场不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每一个导览老师 我们都采取叫区块作战模式 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个展场 就是每一个导览老师 他都有他自己专属的 一个导览的区块 所以你可能听这一场 是这一位导览老师 他讲这个区块 听完之后 你可以接着再下一场 所以你可能听了三场 四场之后 每一个区块你都听到了 这个功力又增加一甲值 真的非常建议大家 听大众导览 是 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文媒秘书长 今天非常详细的解说 无论你是专家 无论你是一般民众 你都知道怎么样跟我们这个艺术 能够产生一些连结 那最后我们就是期待 跟我们听众 能够在我们会场相见 今天非常感谢秘书长 接受我们的一个专访 谢谢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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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